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夫奇修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46集 今天的话 现在时间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 那我是刚结束我两天的工作 那接下来明天后天会是休假日 所以今天晚上的心情会特别的愉快 所以可以跟大家多聊一些有的没的啊 当然了 利用玩具呢 来记录我的人生的点点滴滴呢 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那我今天的话呢 跟一位网友呢 在网络上稍微聊了一下 那我跟他说 我很庆幸自己用 开箱影片来记录我的一些生活点滴 然后那位朋友就很羡慕啊 他说我的人生的厚度呢 比别人要厚很多 其实我很高兴啊 早一天做呢 就早一天做记录 那也很高兴 这11年来 许多的网友啊 许多的变形金刚同好 跟我一起在空中啊 在在虚 呃虚幻的网络世界里面的 做精神上的各种交流 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我最近YouTube上面呢 开始多了一些 有一些观众呢 会去翻过很久以前的影片 然后说画质很差 那是因为我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的影片 呃YouTube频道呢 是被人家倒走的 所以很多影片就是重新补上去 那如果是当时没有抢救到 比较高清的资源 那真的是就没有了 那我会尽量把它补齐 那如果说YouTube上面的朋友 你发现我有哪一集影片 我漏掉了 啊 你可以给我留言 你在任何一部影片下面留言 我都会收到通知 那我会尽量把那一些影片 就是你 我一漏掉的影片 我会把它翻出来上传上去 特别是 呃596集以后的影片呢 在B站上几乎都是有留下来的 那等于是说从600到1000多集 这四五百集的容量 目前B站上都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 啊 如果说我在YouTube上面 这方面有遗漏的话 呃YouTube的朋友可以跟我说一下 我现在把它补齐啊 那就感谢各位了 那废话了大概两分多钟 那今天这一款啊 也是传承系列里头 呃一个呃雷霆小队的一套 五个产品当中的其中一款 今天分享是撞针跟一个呃化石恐龙 那化石恐龙